還是那種政策真的有沒有何忽悟 我們聖經的教導 或甚至基督的教導 好 那他們最後一個 這也是我們民主化的一個進程的一個模式之一 所以其實我們張宏教會其實是很先進的國家 是很先進的一個教派 就是說我們張宏教會不只是 是單單在於我們張宏教會的崇拜而言 而且將這樣子的收穫應用在我們生活當中 這是非常重要的 這應該是不只是我們張宏教會 應該是所有的教會也應該是如此 所以我們剛剛會 有人第一次唸臺灣基督教宏教會的親愛告白 第一次唸 有嗎 很好 感謝主任你們都有唸過 雖然我們可能會認為它很常 可是身為臺灣基督教教會的一份子的我 真的有認同這份信仰告白嗎 如果我們回去有聖詩或是什麼的 我們真的我們生活當中 真的有照著我們所告白的來襲嗎 這份信仰告白 我不知道大家聽得清楚 是在1985年的時候 總會所通過的一份文件 來問大家1985年臺灣是什麼時候 解憶 解憶 所以在這個時候所發布的這份文件 我們的總會是冒著生命危險 是冒著生命危險 可是我們教會仍然希望能夠去表達這份信仰 因為我不只是關心教會分類的事情 也關心這個土地上的事情 那到底是什麼樣子的盼望 使得教會去冒險的 就是基督信仰 因著這份愛讓祂願去冒險 我想我們可以用的費末體會 你有沒有曾經為你們兒女冒險過 有嗎 即便祂半夜發燒 我願意仍然會 這個時間趕快希望祂能夠好起來 讓祂去送醫院 就是這樣子疾破的心情 因為這樣子的愛 讓我們能夠去做出這份犧牲的冒險 所以當我們在宣布這份文件的時候 是過去信仰前輩為我們臺灣 要為我們教會所留下的目標的盼望 此時我們在那種簡形要清楚的認知 我們臺灣就是這種教會 真的必須要成為我們國家 我們政府的先制 一定要成為國家政府的典範 而有這些典範 才能夠去指引國家該怎麼做 因為有時候確實我們國家的政策 真的有一些缺失的地方 可是在我們的拼命老百姓 我們教會 我們是不是可以更主動的去 付出一些安慰人的行動 而不是只是在角落之下等著 我這樣你應該要為我做什麼 而是想著 我們教會能夠為這個社會做什麼 當我們聽到有需要的人在哀嚎的時候 如果不是我們先去做 那還有誰會去做 是吧 德勒撒修女在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時候 曾說 我認為在我們家庭中 我們不需要炸彈和槍炮 來破壞或藉由槍炮來帶來和平 我們只要去在一起彼此相愛 帶出家庭的那種和平 那種喜悅 那種力量 我們將能夠克服世界上所有的罪惡 Amen 我們當然知道教會是要有先制的角色 從我們自己生命開始 從我們自己開始來挑戰 用基督信仰來挑戰自己 如果教會學題都能夠有這樣子的意識的時候 一定可以為我們國家台灣知名出一條明確 又有盼望路線 所以在今天的經文提醒我們 上帝國是大大超過地上的國 那這個前提是 我們真的有認同了解上帝國嗎 我們真的願意一起建造上帝國嗎 我們對信仰的認知 真的願意跟將對上主的本質來學習 實踐 來延續耶穌基督在地上所建立的上帝國嗎 想問大家對你來講上帝國是什麼 來 爺爺沒有比較整個答案 有嗎 你們覺得上帝國是什麼 沒有黑暗 墨啊 墨啊 蠻有喜樂 蠻有喜樂 還有嗎 沒有死亡 沒有死亡 永遠快樂 還有嗎 彼此相愛 彼此相愛 還有嗎 這是我們教會的目標喔 快點快點再繼續說 沒有仇恨 還有嗎 你對教會期待什麼 就是上帝國 快點 想去哪裡就去哪裡 想去哪裡 可以再說明白一點 就是 那時候會沒有海洋嗎 那時候會不會沒有海洋 喔好 我理要 OK OK 還有嗎 潘洛華牧師誠說 我們教會真的要做真的教會 而不是做假教會 我們正要以耶穌的教導為原則 而這樣一指耶穌 因為上帝國是從耶穌所提出來的一個 一個很明確的目標 我們真的有用耶穌基督來成為 我們教會的信仰之一嗎 在當時奧彭博爾莫師 在面對德國之間的教會跟政府 這樣子的衝擊 他明明白白地指出 德國教會不應該這樣子 所以他在面對這樣子的壓力 他跟幾個同工 這一小時來面對這麼龐大的國家的機器 我們知道當時候所發生的納粹的這樣子 所以我們一站看到 教會真的是跟政治 我並不是說 有時候我們常會用政治來去污名化 可是我要表達的意思是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關心 我們生活上所發生的大小事 而這樣大小事就是在參與政治 OK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剛剛所提到的這些 其實上帝國的想像 上帝國的盼望 其實上帝國並不是在圓明在天上 而是真的是在此時時刻我們手中 只有當我們願意如此一起同行的時候 上帝國就在此時時刻開始建立了 所以我們不需不斷去反覆重新思考 台灣基督長家的信仰告白的特色 與信仰價值 上主呼召這些教會 實實在在的對本土應該有關心 如果我們都沒有用這樣子的信仰態度 在走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去喊學家呢 所以在日前很流行一句話 沒有人是局外人 沒有人是局外人 確實在這塊土地 甚至在這個地球上面 沒有人是局外人 對每個生活在台灣的人 對台灣的主體意識 是非常多元的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值得驕傲的事情 而且我們如果我們有在看Youtuber的時候 很多的外國Youtuber都這樣幫我們台灣宣傳 都在分享我們台灣的價值 我們的台灣的多元化如何的棒 這是得來不易的一個成果 而這個成果還要再更好 所以如果相同的 如果我們都 我們這樣子的生活 如果活在一艘小船上面 一統生活 可是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同心心理 宣傳就這艘小船 可能會帶來競爭 可能會帶來沉船 透過今天的經文 讓我們明白 宣教信仰絕對與政治 日常生活是有關係的 這是個事實 然而基督信仰卻不是在為著 掌控權力來關心政治 而是奉獻自己 關心自己所在意的土地 以及靈社的生活 這些都是我們最關心的對象 這也是個事實 更是真理 我們師父還對我們的土地有責任 因為如果我們對自己的土地 如果我們有同一個願景 沒有以神學來反省自己 我們便永遠活在受人控制的 現實生活中 若是如此 這塊土地生活的人 我們內心也會越來越自私 我一直要關好自己 別人家要死的事都關我事 可是我們聖經 菲利比書二章四節說 提醒我們 不要只顧自己 也要關心別人的利益 不要擔憂自己 不要關心別人的利益 不要擔憂自己 不要關心別人的利益 這也是為什麼 我如此關心香港的進行 原因 因為我們若沒有 會受壓迫的人擔窮 我們也不用失望別人為我們擔窮 把凱撒的東西归給凱撒 把上的東西給上帝 這不只是提醒我們 上帝的主權 大獲國家的政治和制度 上主的主權 更是關心我們每一個人 大當小小的生活層面 我們應該知道 上帝給我們使命 就是呼召我們 去用基督的信仰的態度 來關心餵養我們的土地 特別我們台灣基督長的教會 信仰的價值更是如此 所以對作為我們身為 台灣基督長教會的信仰 這個樣子一份子 在今天教會與社會 有這樣子的主日 今天我們教社的主日 更積極的目的就是 歷史的教訓 我們應當要刻在心板上面 我們應該要記得 過去就如同以色列的人 不斷透過節期再感謝上帝 怎麼帶他們出愛情的 這樣子的想法一樣 所以過去的歷史應該要成為 我們今天的養分 我們今天的成長 可是這些過去的歷史 並不是要停留於過去的怨恨 而是努力在事物當中成為和平的殖民 如同耶穌為我們每個人軟弱與罪惡 替我們死 並貴榮光給上帝 因為我們每一位做基督徒的 能夠以慈愛與勇氣來見證上帝國的降臨 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因為我們一同繼續寫出能夠讓人感動的故事 我們最後一起用 我有一個禱告文 在我的名片後面 讓我們一起用新生詩46B 這個禱告文 我們一起來 一起來播這本禱告文 主耶穌 我們全世界人民都在等候你降臨 受要過的人在等候你實現公益 自由與解放 貧窮的人在等候多招保住 溫暖安慰 富足的人在等候你開啟他們的眼睛 接受新的挑戰 教會也在等候你更新的生命 合意與見證 我們或切等候你撕給我們盼望 傷害與和平 所以主耶穌啊 愿你快來 我們這樣倒閉 封告主耶穌 你求 阿咽 阿咽